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早上放桶下午来风 下午放桶第二天来风的一个诱风方法 这个方法总的分为三个部分 尤其是第三个最为重要 大家认真看完点赞收藏起来 需要的时候方便学习 第一步要把准备的旧风箱用火炭化 目的是为了高温消毒 把缝隙里的棉虫虫暖毁灭掉 风箱内部每个角落都要用火烧到 避免密封来了以后有棉虫 有棉虫的密封容易逃跑 烧好的风箱用抹布把它擦干净 这样密封更喜欢居住 第二步要在风箱内部跟朝门处涂上又密封的风蜡 只有风蜡才会更快的吸引侦查风 一定要用真的风蜡 假风蜡不仅不吸引侦查风 反而还排斥侦查风 因为风蜡是用密封的老潮皮 经过加水煮熬制以后过滤而来的 朝门处我们尽量多涂一点风蜡 这样朝门处能长久的保持有蜡香味 第三步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分风期的时候 只要你发现你家墙角大树边上 磁缝这些地方转来转去 见洞就往里面钻的密封 赶紧把准备好的诱风箱放在旁边 一定要记得涂上风蜡这样更稳靠 你看这窝密封就是我早上放的桶 不到半天的时间大部队就来了 而且还包括风王一起来的 学会了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我每天都在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养风知识